这个关于浏览器的部分我们稍微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 第一个是下载的地方 也就是说您如果希望它下载 能够先尊重您一下 问你要不要下载 然后要存在哪里 您可以到这边有一个设定 右上角按一下这里设定 那您早进来了之后呢 你往下 它会有一个更 应该是进阶设定吧 等一下我现在是访客不行 是另外一个 要回到这边 这个才行 好 在这里有一个设定 有没有发现下面有叫做显示进阶设定 按一下 好你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有没有看到下载的 就是这个地方 麻烦你把这里勾起来 这样至少要问你 你要放在哪里 当然如果您不希望它预设放在所谓的下载那个位置 您可以改变一下 好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平常各位浏览器关掉 假设您像我上面这个情形 我上面这里有两个 部分您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首页 很奇怪 很奇怪 现在浏览器都不希望你回家 AE也是一样预设都没有首页喔 所以如果您有 喜欢设定首页的 麻烦你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 要显示首页按钮 好那 Chrome的设定 点了就算了 所以不用存档 不用另外按存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您平常 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会开好几个 像这样开好几个 所谓的分页 那 假设今天工作没做完 或临时出去了 你电脑把它关掉 下次再打开 会是怎么样 又只好再重来啊 你怎么那么有空 难道不能 好一点吗 这里 对 所以假设我现在有五个 打开了 那我把它关掉 下次再打开 还是这五个 这样有没有比较有效率一点 所以这几个跟浏览器相关的这个设定 您可以稍微 留意一下 这样子 这样的话呢 你再打开就OK 那它不用做存档 所以像我这样把它关掉 访客的就不用 访客就没有了 访客就没有这个功能 我现在再把这里打开 这是访客的 切换一下 人愿意 有没有 五个人又回来了 就不用那么辛苦 还要重新回去再访 所以这个是一个 您在用浏览器 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功能 蛮好用的 好 这一天一天的 就不想什么 好 再在这一天